不知下是红仲秋案消失的监视器画面 军检署曾经一度宣称 影带还原之后有黑画面 但是红仲秋的家属在调阅之后 表示影带档案根本没有复原 连黑影都没有 所以关键的80分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仍然是不得而知 而红仲秋的姐姐 上午也在律师的陪同之下 到桃园地检署地状提告 希望桃检介入调查 早日还给他们真相 到桃园地检署地状提告 红仲秋姐姐和委任律师 希望第三方解入调查 因为军方到目前为止 对80分钟消失的监视器影像 说辞反复 给家属看的画面 更是连黑影都没有 完全没有复原的资料 就是之前所谓复原黑的答案是没有 所以连复原都没有复原出来 所以他们是认为说 根本没有这个答案的存在 他的意思就是说 飞台机器就到了这个时间 他就自动的没有讯号 然后再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 他又自己行 不知道 那可能7月份到了 用鬼月到了来嘲讽整个事件 更多的是无奈 红仲秋姐姐和舅舅 一整夜没合眼查看监视器资料 但关键的80分钟还是下落不明 军方只给家属一份鉴定报告 不只画面影像 还有更多疑点未解 我们先是录影带的这个部分 当然是提出 那另外我们对军中日誌 我们也感到好景介入 对整个事情的一个 一个办案的一个进度 或者是说让大家能够 释移的这一个情况 应该会有稍微有改善 会对具体的单位或对象提高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坦白说 我们现在写的被告是不明的 没写名被告是控诉军方 不是对特定人士提高 红家想厘清案情 除了监视器和日志 提检报告为何能火速出炉 救護車究竟有沒有耽誤急救 家屬希望桃檢硬起來 給他們一個真相 UDN TV綜合報導